此刻大殿之中 女子笑问 你爹只要周仙子这么一个美人 明面上却是出力最大 如此兴师动众 当真不觉得亏了 周氏苦笑 我爹什么脾性你还不清楚啊 说好听点是爱美人不爱江山 说难听点就是见色望命 如果不是重修旧咒在南远国皇宫旁边 她都能够进宫去抢那位樊皇后 女子伸手揉着脸颊自怨自意 赵书真樊婉儿 一个当今第一美人 一个在二十年前颜色甲于天下 你爹的眼光真高 难怪会难入他老人家的发眼 哪怕见面了一起喝茶 也是客客气气的目不斜视 周氏苦笑不易 女子笑问 你爹怎么不对董卿卿又念想 周氏仰头望向内尊 对人间怒目的威严佛下 手指碾动珠子不停 我爹说一份美食烫嘴不怕 烫得起了水泡都值得 但是注定会烫穿了肚长的美食 再嘴馋也莫要去碰了 那个副手而立的老人闻听此言 扯了扯嘴角 环顾四周 他轻声说 走了 今生已不在这边 角色女子和周氏并无异议 也不敢有丝毫质疑 别看女子再口口声声失爷爷 十分娇憨亲你 实则心惊胆战 生怕一个不留神 就要被老人拍碎头颅 周氏也好不到哪去 一个父亲周肥 只多是一张可有可无的护身符 远远不足够成为真正的保命符 一举一动都仿佛与天地契合的老人 跨出门槛的时候 脚步略作停滞 只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 就让女子和周氏气息紊乱 胸口发闷 额头渗出汗水 停步站立不动 老人又稍稍加快速度 跨过了门槛 走下台阶 两个在江湖上 已经赢得极大名头的年轻武学天才 又觉得气血急速奔走 牵牵木偶一般 情不自禁地跟着老人一起快步牵行 老人抬头看脸月色笑道 这座南远国京城 比起六十年前那次有意思多了 身后两人视线交汇 都觉得大有深意 夜凉如水 陈平安从沃滋变成了坐子 先是双手合十跟三尊佛像告罪一声 莫要怪自己的不见 那个姓丁的老者挺厉害的 陈平安突然又侧卧回去 很快就有两道身影如飘渺轻烟一闪而至 好一对金童鱼女啊 当下这位女子的姿色气度 比起那位脚踩木鸡的女子还要胜出一筹 男子约磨三十岁出头 玉树临风 穿着古雅是冠冕风流 一身帝王之家的贵气 他用纯正的金尸口音笑道 樊仙子 如你先前所说 这个丁老魔头性情果然古怪 刚才明明发现了咱俩 竟然都不出手 飘然出尘的女子 就像一株生长于山野的幽兰 相貌出众的不讲道理 寻常美人应该第一眼见到此人 就会自残行贿 寻常男子 甚至生不出战友之心 得有自知之明 听到男子言语之后 他说道 这位老教主 是不屑对我们出手 难道我一招都挡不下 不至于吧 我师父好歹是那十人身后 追得最紧的一小撮人物 如今我与师父过招 都已经有两三分胜算了 太子殿下自然天赋极好 可是江湖宗师之间的生死厮杀 与切磋武艺有着天壤之饼 殿下切莫小觑了这座江湖 哪怕是面对一位二流高手 不到最后一刻 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男人为这位仙子担忧自己而感到 由衷喜悦 只是生在帝王之家 早早地养成了喜怒不露于色的习惯 便轻轻地点头微笑着说 我记下了 以后与人对敌之前 都会拿出仙子这番言语 好好思量思量 再出手不迟 姓凡的女子玩耳一笑 不至于此 男人的这点小心思的含蓄轻跳 他已经独自行走江湖六年之久 不会在意 当然更不会动心 他突然冷笑 出来吧 男子脸色大变 心弧震动 能够隐藏到现在 而不被发现 最少也是与两人实力相当的人物 他与女子一起视线巡视大殿各处 片刻之后 樊仙子松了口气 上殿下笑好了 先走江湖 小心使得万年传 男子如是重负 忍俊不尽 微微侧身 学那江湖中人抱拳拱手 仙子教会 小声受教了 女子也笑了起来 两人之后 在那三尊佛像那边摸索搜寻 并没有发现隐蔽机关 徒劳无功 只好与之前三人一样 离开白河寺 一条横梁之上 涟漪阵荡漾 逐渐露出一抹雪白 原来是那件金礼法袍变大了许多 使得陈平安能够缩在其中 也算是陈平安自己琢磨出来的一门不入流的障眼法 对付江湖中人挺实用 就是不够高手气派 仙佳风范 陈平安坐在横梁上 刚要摘下养剑壶 喝剩一口酒 突然想起这十四庙大殿 收回手 飘然落地 就要离开白河寺 刚来到大殿门槛 就看到远处那个姓凡的漂亮女子 正朝他冷冷看来 陈平安停下脚步 那女子既不说话也不出招 就是盯着陈平安 陈平安有些郁闷 姑娘 你瞅啥瞅啊 我已经有喜欢的姑娘了 她可比你好看 反正我陈平安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陈平安咧咧嘴 其实眼前这位姑娘确实挺好看的 但是姑娘你长得好看的是你的事情 可不是你傻了巴基使劲瞪我的理由吧 陈平安不愿意再跟她耗下去 害怕飞檐走壁不太容易脱身 便干脆用了一张方寸符 直接离开了白河寺 那女子微微张嘴满脸震惊 难道是江湖上哪位隐士不出的前辈宗师吗 陈平安离开白河寺没多久 目光被一条彩灯连绵的热闹街道吸引 香味浓郁 便跑去找了家摊子吃了碗又麻又辣又烫的玩意儿 结果陈平安发现自己身边又站着一位目瞪口呆的漂亮姑娘 还是那个姓凡的女子 初看穿着朴素 但若是细看便会发现衣裳绣有如意水云图案 在天上月灰和市井灯火照应下若隐若现 覆扎眼 贵雍容 不过如此 不过此刻他应该是附了一张面皮 只有先前滋容的五六分神才 不至于让这市井房间太过轰动 他还是使劲盯着陈平安 陈平安放下碗筷不得不问 你找我有事啊 他突然伸手揉了揉额头 环顾四周紧皱着眉 隔壁桌上有时刻与人起了争执骂街起来 拍桌子瞪眼睛气势汹汹 指着对方鼻子怒骂什么 你家一门老保小娼妇 事不过三 你再敢有这有的没的 老子直接在你家开妓院了 双方争执 浓郁的南院国精实腔调 说得既难听又杂乱 女子用一手手指肚 轻轻地揉捏着太阳穴 恢复正常神色 以江湖武夫的宁音呈现 眼中充满好奇和憧憬的光彩询问道 这位公子 你可是 哲仙人 陈平安哑然失笑 他一摇头 我只是个外乡人 来南院国游历 不是姑娘说的什么哲仙人 女子有些遗憾 他歉意道 多有讨扰 公子恕罪 陈平安摆了摆手 没关系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提醒 最近南院国精实不太安宁 公子是人中龙凤 很容易被人盯上 希望公子多加小心 陈平安抱拳拱手 谢过梵姑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